9月5号 校园励志庆祝偶像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 在长沙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 导演程志超 选手主演TFBOYS 薛之谦 李小洛 李飞尔 程燕秋 李士鹏 以及丁程鑫 帅气亮相 因为此次三只将化身 棒球场上并进作战的好兄弟 所以不知道 宝宝们对于这次全新的人设 有什么想法呢 我在剧场是一个角色叫O2 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高了 有一点小看力有一点小的角色 对 希望能够把这个角色对得好 适ого页 们是一种班小车 这角色是一个很热气的下年 很热爱放球 希望我们演起这个角色 让大家大家开心 在这一时 我在剧场是演唱 然后演唱是一个很纯粟 那个小孩 最后三个宝宝 还给现场的阿姨们 展示了多个干净历史的棒球动作 这满满的福利 小朋友们快拿麻袋接住了 开始定格 来定格 三 二 一 好 定格三秒 来 一 二 三 好 定格 三 二 一 而此次在剧中 担任天空宝老师的薛之倩 提起与三个宝宝的各种纠葛 也是有很多话说呢 在做歌手的时候 最怕遇到的是什么 就是街坡 因为一旦有他们打歌的时候 我的歌永远打不到他们 然后后来我就出来演戏 可是在演戏 我又遇到他们了 我想还好人是爷为帝书他们 见鬼在前两天 在化妆机听到之后 见鬼了 三个都长那么高 三个都发育了 我的天 然后我根本没那么高 所以今天我又垫了很高 这种高鞋垫过来 此外 一只以甜蜜行像诗人的 小鹿女神 这次将挑战女魔头的角色 最后在薛老师的帅气开球中 主员们一起正式启动了开机仪式 不过不知道自家已经练习了棒球的三只 目前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可以拍的一个水平 但是就是只能拍 对对对不能再人家面前展示 就是摆拍一下 因为接触棒球也很少 对 在北京第一次接触 感觉还挺难的 对 这个我就觉得我最跑了 这个好有意义 都差不多吧 都入门系的 而因为之前在超少年中 老闻闻的表现就很舒宅了 所以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新的小突破 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挑战 就是他会有一点不正常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他心里内心跟外表 是一个反差极大的一个人 所以还是有点挑战 其实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 就是挑战两眼的电视剧 所以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所以还是得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其实超少年密码 就是我们三个先试下手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小网剧 然后主要还是为这部剧打一个基础 然后这部剧就希望我们能好好表现 因为马上就是我们小队长 17岁的生日了 不知道两个弟弟 会给大哥准备什么样的小惊喜啊 反正他喜欢看一些动漫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孟狗狗喜欢梦想全雷达 青春正当时 勇敢帅气的三个宝宝 快去创造属于你们的奇迹吧 报答